这次羽灵之行 真不敢相信 这次羽灵之行 居然发现了一株月亮树 原意为已经灭绝了呢 糟糕 烫射强队流天气了 不要啊 不好 这羽越下越大了 天上掉下来一株小苗 不好 它受伤了 我带你回故事博物馆吧 天哪 我一定要找到办法救活它 书里肯定会有记载的 这到底是什么植物啊 我该怎么救它呢 找到了 雨林探险日记 这本书可以教我怎么照顾你 原来你教月亮树 故事时间现在开始 在亚马逊雨林深处 有一种能发光的树 被当地人供奉为神术 这一切要从植物学家 踏上雨林的那一刻说起 我现在是植物学家了 去找月亮树喽 哇哦 快放我下来 你来雨林要干什么 我是来寻找一种 会发光的树 为什么 我是为了研究稀有植物而来 并且我会将成果公开 让更多人都能够了解雨林的价值 看来是我误会你了 我是酋长亚瑟 你要找的会发光的树 是我们的神术 跟我来吧 来喽 因为神术会发光的特性 吸引了很多人来到雨林 现在我们只剩下这一棵了 这就是月亮树吗 是啊 神术还很柔弱 需要我们用足够的耐心和关爱 提供稳定的生长环境 它才能健康长大 哦 啊 不好 是龙卷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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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哪 神术伤得很重 它的生命力正在流逝 是 亚瑟 我们该怎么做才能救它 只有一种办法 星星粉 那是什么 是一种会发光的粉末 溶于水中后 在月光的作用下 可以治愈受伤的植物 这么神奇 嗯 我们现在就出发 星星粉所在的山洞离这很远 而且这一路很难走 我们要在月亮升到最高点前赶回来 好 哦 我们到了 哇 好漂亮啊 这就是星星粉 好了 是魔多应该够了 那我们赶快回去吧 哦 球角回来了 嗨 哦 亚瑟 时间到了 嗯 耶 星星粉起作用了 余 呜 呀 呦 好 来 跟我们一起跳舞吧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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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植物学家回到城市后 他的手稿历经坎坷终于出版 也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保护雨林 现在我是你的守护者了 我得赶紧行动起来 雨停了 我带你去晒晒太阳 幸好我提前给月亮术注入了微型芯片 我一定要把月亮术找回来 看来只有找到书里说的星星粉 才能拯救月亮术 可是现在还会有那种神奇的粉末吗 月亮术的位置就在这里 在那儿 还好还好 现在带回去还来得及 请问你是 你好 我是植物保护学家熊博士 谢谢你捡到了我的月亮术 熊博士你好 我是猪猪 她在掉下来的过程中受伤了 我正在想办法拯救她 不用担心 我有办法可以保护她 而且成功率百分之百 那太好了 我能去看看吗 好吧 跟我来 我把月亮术弄成了标本 你是在夺取她们的生命 我是在保护最后一棵月亮术 我有办法可以救活她 你能保证你的办法就能成功吗 天哪 这下再也没有人能看到月亮术了 试试我的办法吧 哦 猩猩粉 竟然有这种神奇的粉末 这种粉末只存在于一种神奇的山洞里 洞里所有的石头都在发光 嗯 发光的石头 哦 我想起来了 这是银石洞 我在几年前的探险中曾经去过 是吗 那你还记得山洞的位置吗 记得 我们赶紧出发 哈 哈 原来植物学家的工作这么辛苦啊 为了保护植物 再辛苦也是值得的 嘿嘿嘿 这就是我在书里见到的山洞 哦 哇哦 哇 猩猩粉 书里的记载是真的 月亮术有救了 我也要带先回去研究研究 月亮术需要一个足够稳定和安全的环境 种在你这里我就放心多了 嘿嘿 哦 珠珠 看来我们白忙活了 我们再等等 猩猩粉需要在月光的作用下才能生效 哦 哦 哦 哈哈 我们成功了 嘿嘿嘿 哦 这简直令人不敢相信 珠珠 你的坚持是对的 也要谢谢你 熊博士 哈哈 哎 你让我明白保护冰威植物的最好方法 不是做成标本 而是用心让它们活下去 活着才是最好的证明 月亮术就交给你了 我会定性来看它的 嘿嘿 我会好好照顾它的 熊博士 加油 慢慢长大吧 月亮术 我一定会送你回到雨林的 不论是一朵花还是一棵草 每个生命都值得尊重 我们都应该用耐心和关爱 给它们最好的保护 啊 啊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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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